一斤的大肠用葱姜蒜香叶八角盐冷水入锅炉煮半小时 炉煮好的大肠放在锅中自然冷却然后切片 拿出一个大的烤盘铺上锡子折出四个边不要让油漏出来 然后再铺上烘焙子防止粘底 预热烤箱205摄氏度烤15分钟烤到大肠变脆为止 少许油入锅爆香葱姜蒜末它的比例是2比1比3 一般麻辣的可以加入鲜辣椒末干辣椒花椒自然同葱姜蒜一起炒 最后放入脆大肠和少许的盐同草香的调料一起煸炒就好了 非常下饭的干扁肥肠可辣可咸你学会了吗